很多人這幾天都會問說 你到底有沒有搶到陳奕訓 或者陳耀訓 什麼都有你就真的很訓 到底怎麼回事 每次七月的時候 很多人就開始叫苦連天 因為準備要搶這一些 在台灣很難搶到的 各家的蛋黃書 以前是前一個月 八月的時候叫苦連天 現在讓你時間更多一點 七月就開始了 他的蛋黃書秒殺不到30秒 然後很多網友說什麼30秒 3秒就沒有 還有人截圖證明 因為他是昨天12點30分的時候開放 你看這個人賣完了 他的手機時間還是12點30分 他說我29分 最後幾秒的時候按下去 3秒之後就沒了 通通都沒了 然後還要按那個什麼驗證碼 每個人都很麻煩 立刻在黃柳的網站上面 大家要出現了各種版本 幾盒幾盒 要多少 按照這個日期賣給你 那現在價格也蠻貴的 有包括這個2500塊的 有包括1600塊的 他也漲價了 像是從800塊漲到900多 有些人說漲幅也很驚人 其中包括他還有用這個蛋黃 蛋的價格不知道是不是有 有相關的影響 還有人拿演唱會說 來來來 我有陳奕迅的 我用陳奕迅的演唱會的票 跟你換陳耀迅 陳奕迅也很難搶 拿很難搶的跟你換很難搶的 那也有田富珍的 田富珍的演唱會 跟你換陳耀迅 這個任何一天都可以 他很麻煩 他就算你拿到了 你還要親自到台北 去拿這一筆貨 那文化部之前 有通過相關規定 如果你黃牛這一些 票價超過多少 他其實就把你定義成是黃牛 那他到底為什麼會這麼夯 一年只有兩段 他還不計喔 你要自己去取貨 自己去台北取貨 那你會覺得他業面 怎麼很像賣演唱會 什麼幾區幾區幾號什麼的 其實他就是因為 演唱會的那一票系統 那他為什麼那麼厲害 因為他有兩大法寶 他是日本平遙王的烤箱 你現在看到有好幾層 一層一百多萬 就是你現在看到的這一層 就要造價一百萬 他總共有六層 一台的重量有三噸 那另外他包括的這個包線機 用的跟鼎泰峰是同一個等級 一台機器抵過十個人力 叫做日本雷恩包線機 每分鐘可以包一百顆的 這個糕餅或玩類 可以保持他們的相關的 這個物差正負0.5公克 然後之前國師唐啟陽 在他打書 也就是一個月前打書的時候 有專訪他 專訪的第一個動作 就是跟他交換Line 大家開始想說可能換這個 不用去排隊 可能直接跟他買比較快 然後唐啟陽自己都講說 有一個非常有利的有利人士 送了他一盒陳耀遜的蛋黃酥 讓他充分的覺得代表這個對方 非常的重視我 你國民黨會跟他介紹成這樣 不然三噸給你 要問一下 另外一個節目的主持人 另外一個節目有專訪過他 兵哥怎麼看 我覺得這個東西 台灣現在文化就變成這個樣子 就是東西不怕貴 你就算一直漲價 一樣會有人買 只要夠好 對 只要大家覺得你好 我覺得再貴都有人敢買 那就算排隊搶破頭都有人敢搶 但是我覺得這個顯現出來 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去杜絕 這種網路狂牛的問題 每一次訂票都被這些人搶走 這到底要怎麼去阻絕 他們就有專業的寫工程 寫程式的人 是 那我們有一位天才 天才兄 你現在不是書發部部長 你怎麼想不出來 幫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不知道他飢餓行銷 他做得很少啊 一下就賣光了 不是 他能力有限 這個問題是不到30秒就賣光 這個肯定是有問題的啦 這個擺明就是被人家寫程式啦 這個不是用人手操作 能夠解決 這一定是用其他的方式啦 對 用其他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拜託書發部發揮一點功能好不好 去查一下好不好 不然我們在台灣訂所有的東西 都會遇到這種問題 所以這真的是 拜託要幫我們解決一下 那文化部我覺得挺好笑的 就是他去講說這個 這個當然黃牛本身是不對的 那可是問題是 那文化部只管這個售票的 藝人活動黃牛 那這個商業的要不要管 其實他們也要管喔 對啊 那這個 這個為什麼歸文化部啊 這應該也是一種文化 美食也是一種文化 不過這個如果轉售 轉售魔力不一定違法 為什麼 比如說我買到他的蛋黃酥 我再PO到我的網路上說我要賣 我不想吃 我只要 我加價啊 就是我們之間的這個交 我還是有人會來買啊 因為我也只有一兩盒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認定 恐怕要看來有沒有囤積的問題 好 我們更多的話題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 開放疫情開始觀光之後 現在好多台灣人在日本 丟臉丟得很大 我們直接看畫面 這一位真的是不OK喔 人家日本賣手工的這個無人店的餃子喔 付錢就憑良心 很簡單 其實四十顆水餃賣台幣八百八十九塊錢 你拿了 從冰箱裡面拿了 你就要付錢 但沒有其他的員工喔 那畫面上這一位就是台灣的女子啦 二十五歲的女孩子 他居然自己一個人在店裡面 拿了這麼多的水餃 總共拿了三次喔 那三次呢 金額比一次比一次少 第一次 原本原價八百八十五九塊錢喔 那第一次他付了多少 他付五十六塊錢 第二次上門的時候 付台幣四十四塊錢 第三次居然只有付台幣兩塊錢 那大家就覺得很離譜啊 說這個價錢也差太多了吧 因為他雖然沒有人 但事後老闆回去算 說今天賣十包 那應該就是十倍的八百八十九塊錢 怎麼錢少這麼多 掉監視器一看 不得了 這個女的怎麼付這麼少 真糟糕 然後報警一查 巡線就立刻逮到這一個人 居然是我們台灣的人 然後他被逮之後更糟糕 這一位台灣女子還說 我又不是沒有付錢 意思就是說 我只不過付的比較少一點 大家都覺得很丟臉 他以為是到寺廟隨喜 就隨你高興 隨喜捐獻 台灣確實有些商店是隨喜 就是你鄉遊 這麼高級的不可能 亮哥你怎麼看我們這樣丟臉 丟到國外去 這個就是丟臉 這有什麼話說呢 當然可能會硬拗 就說我是隨喜 我怎麼知道你這個是要付 完整的價錢 他會不會跟你講說 我又看不清楚上面的字 不可能 這個女生應該不是觀光客 應該是住在那裡的 對啊 對啊 難道不知道有監視器 不知道人家會查嗎 這個事實上也是 仕同偷竊啊 不是嗎 我不知道 在日本的 要看那個老闆 要怎麼決定要出席 現在好像是以竊盜罪 那你不然就補上金額嘛 之類的 竊盜罪 不是 大家好我是謝大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喔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謝謝 拜託拜託